流行主嫌涉嫌伙同其他共犯把人凌虐致死 三人在案发现场当场被逮捕 警方还寻现逮捕另一名未成年共犯 主嫌在台中栖起豪宅租屋 就在豪宅内将人凌虐致死 检调人员前往监视调查 案发在19号晚间 诸呼报案闻到了疑似吸毒的塑胶味 屋内一共有三名男子在场 并且在屋内的餐厅的地板上 有发现一名男子躺过在地上 那身上有多处的伤痕 而且明显也没有心跳跟呼吸 那现场更查获到有多种的毒品 豪宅门近身严 案情曝光还是因为屋内飘出了塑胶味 寻着塑胶味发现的竟然是虐杀案 现场三个人当场被逮捕 监视器发现还有第四人已经离开 是一名未成年也已经到案 警方和消防救护到场发现 许姓男子他身上有多处心臼瘀伤 但是身体已经僵硬 明显死亡没有送医 生者是26岁的许姓男子 他遭到囚禁捆绑领略殴打 现场有人动手 还有人拿手机拍摄过程 这个死者许男 跟这个流姓嫌犯 有毒品跟债务的一个纠纷 那因为多次向死者追逃 欠款不成 将这个许姓被害人 约到住家 并将被害人拘禁在屋内施暴致死 毒品债务纠纷演变成命案 嫌犯依私刑拘禁致死 杀人以及毒品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征搬 TBS新闻中部综合报道